历史上有一个女人 她生前想尽帝王荣宠 死后却得到一个侧神的封号 这个人是谁呢 她就是汉高祖刘邦的宠妃 契夫人 根据史料记载 契夫人升得曼妙阿罗 也是当时著名的舞蹈家 要封神也是武神之类的雅号 为什么会得这么一个神职呢 这事儿还得从吕智女士 把契夫人打造成当时知名艺术品 仁智说起 刘邦死后 我们的正宫娘娘吕女士 怎么可能放过自己的情敌 契夫人 李女士先把契夫人砍掉双手双脚 再把她漂亮的眼珠子挖出来 灌下哑药和用烟熏龙耳朵 最后 命人把惨不忍睹的契夫人 扔进了茅厕里 因为契夫人是在茅厕里 清残死去的 所以后世奉其为侧神 名曰契夫 每逢上元节中元节 又在家从厕所外祭祀 契夫人的习俗 一代美人就这样变成了 私侧女神 掌管天下茅厕 并逮捕人士的急修 就问 鬼们上厕所 咳咳咳咳